字幕提供 哈囉!大家好! 歡迎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我是Ethan 上個週末的時候 我看了一部非常好看的一個電影 然後當下我就馬上傳給了Poreshia 因為我覺得這部電影是 就是我看了之後感觸很深 而且我看了之後我覺得實在是太好看了 因為我看了之後我覺得說 這個電影怎麼會跟我們的想法還有思路 這麼的吻合的時候 然後我上網去看裡面這個review 是非常非常糟糕的 Rotten Tomato上面好像只有32%的這個upvote 就是大家是非常討厭這部電影 我覺得這個也是超出我的想像 我也是你發給我之後我就看嘛 然後我就說真的很棒 然後我就上網去查這個影片的影評 罵得一塌糊塗 然後還怎麼會是這樣子呢 所以今天在這裡非常誠心的跟大家推薦這個電影 就是我們都覺得很棒的一個電影 這個電影的中文名字叫做這個男人來自地獄 我當時其實看到這個中文譯名的時候 我的心裡是有點抵抗的情緒 就想說這個電影怎麼叫這個名字 我有點不想看 而且它那個封面就是 對就是感覺像鬼片 然後我想說你會推薦這種東西給我嗎 但是我看了之後發現說 它這個裡面的內容是非常棒 然後它這個名字跟這個外面這個cover 就它這個封面做的 也沒有太能把它實際的內容展現出來的 我是這麼覺得 那這個電影呢其實是一個新的電影 它就是在今年2023年4月份推出來的 那它這個電影呢 大綱啊 大概就是講什麼 就是有一個連環殺手被定罪 然後今天要執行死刑 那麼在他這個死之前呢 要接受一下這個心理醫生的評估嘛 心理醫生就想說你是正常人 所以你去犯這個連環殺人案嗎 還是你是精神方面有問題 就是讓一個心理醫生去看說 他到底是不是精神病 那所以呢 在這個心理醫生跟他談話的期間 他說他自己是魔鬼 而且他進一步呢 告訴這個心理醫生說 你在離開之前跟我談話 這個中間你會犯下三起的謀殺案 所以呢這個故事是從這裡開始的 那他整個電影主要最多的橋段 就是一個房間裡面一個心理醫生 跟這個人的對話 那如果呢你還沒看過這個電影 請現在就暫停我們的節目 你現在呢先去看完電影之後再回來 因為我們接下來討論 會討論到電影裡面的內容 那當然會有劇透也會有我們自己的感受 那如果呢說你現在已經是看完了回來了 那很好我們就可以更好的一起討論 所以如果你還沒看請先暫停 然後我們這個下面會放了這個名字 你只要把這個名字上網一搜 你就可以再先看了 那首先我要講說這個電影不是給所有的人的 哦對對對 這個電影是要給你知道聖經在講什麼 你是有讀過聖經 然後甚至你是我們的頻道的忠實觀眾 你看這個電影你才會知道說 哦沒錯這個的確是這個樣子在發生的 對我覺得這樣的話才能讓人看得懂吧 因為我看很多影評他們給評分比較低 有一些人給的評分低的原因是因為他們看不懂 他們就說好無聊哦 就一個房間裡兩個人這樣對話他們到底在講什麼 他們就看不懂看看就覺得好酷好酷就睡覺了 對中間沒有什麼會嚇人的東西 也沒有什麼很酷炫的這個什麼動作戲 然後也沒有什麼 就是大家一般的人覺得什麼床戲 沒有沒有都沒有 全部都沒有 對就是兩個人在和平的對話 他是一個family friendly 就是你可以全家一起看 就裡面沒有什麼狗對上什麼那個說說話 一回頭就親上了然後結果全家人都尷尬這種東西 沒有啊 連髒話都沒有罵 沒有沒有沒有就是你全家人都可以一起看 那如果你要是平時用讀經的基督徒 我覺得就非常好 他會引起你一邊看會引起你一些思考 如果還沒有讀完整本聖書的話 你至少把以賽亞跟耶利尼讀完了之後 你看這個片子就很有感觸了 那再說一下還沒有看呢 現在趕快離開我們這一期節目趕快去看 看完了之後再回來 那接下來就是我們劇套的部分 也是我們看完了這個電影的感受 我們會提到一些橋段 那第一個我想討論就是裡面那個主教 就是他當時在這個心理醫生 跑去跟他講說就是 這個人自稱是惡魔 那我就叫個牧師來好了 把他跟牧師分開吧 這個人明顯是天主教的主教 然後那個主教跑到這個牢房嗎 然後那個主教到了現場了之後 他說了一句話 讓整個氣氛完全不一樣 因為那個主教一進去的時候 那個犯人其實就是說 你走開你是神的兒子 然後什麼什麼什麼 他非常害怕 對對對 你是要來讓我感覺到 Are you gonna torture me before the time comes 就是這個樣子的聲音出來 然後那個主教就馬上就說 這個人就是精神有問題 對 他就是這個樣子 這種東西我見多了 都是這個樣子嘛 對不對 他們就是想要假裝自己是神經病 假裝自己是惡魔 所以說 他們才會這個樣子是反應的 然後就那個犯人 一聽到主教這樣講的時候 馬上就 態度就改變了 馬上就知道說 原來你是我的同伙 原來你跟我是站在一起的 原來你也認為說這一切 跟屬靈爭戰沒有任何關係 就是原來你也是一個 不相信有撒旦的牧師嗎 對 所以這個魔鬼本來他是害怕 這個主教去了會趕鬼 所以他會害怕 結果這個主教去看了兩眼之後 就說這不是鬼了 這人他就是一個精神分裂 所以他下了一個心理醫生的診斷 他沒有從屬靈的方面去講 他下了一個心理醫生可以下了一個診斷 那我當下看到這個感覺的時候 我就覺得說其實真的是這個樣子 很多我們現在知道的神職人員 還有很多的甚至牧師主教 他們是不相信基督教的 我必須說這是非常非常可怕的一件事情 很多他們認為說 這是教會就是一個賺錢的工具 教會就是一個勸人向善的一個地方 然後教會就是一個聚集資源 然後來幫助人的一個方式 就跟台灣有什麼服人社啊 做善事啊 獅子會啊 那一種的這個形式是類似的 然後呢我們可以建立一個東西 還可以幫人省睡 然後還可以做善事 多棒的一個地方啊 很多的神職人員 他們是把自己的信仰把這樣子看的 我看到這樣子的情形的時候 我同時也覺得說 其實不是所有的基督徒都可以得救 不是所有的神職人員都一定會得救 然後神職人員 有的時候他可以把聖經背得滾瓜爛熟 但是他其實不知道裡面在說什麼 這樣子的機率我們看到的其實還蠻多的 那你看到了那一段之後 你有什麼感覺 我覺得他的表現讓我很失望 但是我同時又能夠明白 電影在這個地方 安排這個橋段的用意是什麼 這個電影其實根據一本書改編的 那這個寫書的人呢 他又是一個基督徒 他就是一個保守派基督徒 自己也有自己的節目了 就是有點類似於像 你看到那些老外的Podcast這些人 那他寫了這本書 然後這本書呢 又被改編成了一個電影 所以我能夠 這個是我後來查的 我能夠明白 就是他把現在社會現象放到這個電影裡面 而且是尤其是給基督徒一個驚醒 就是你會發現 其實很多人 他是不相信神的存在 我講的是基督徒的這個群體裡面 包括牧師或者包括更高職位的人 或者是普通的基督徒 或者是信主很多年紀徒 你會看到很多人 他其實是不相信神的 他是不相信聖經裡面寫的東西的 哪怕他說他自己是相信的 而且哪怕他每個禮拜 站在講台上 可能講的都是這些東西 但他實質上他自己是不相信的 那我們看到很多 現在社會上面發生的問題 就像我們節目上經常會講的 或者是你在身邊會看到的 為什麼這些人 說實話他們不願意去碰這些事情 或者他們不願意去講這些事情 其實歸根結底 最根本的原因 就是因為他們根本就不相信有聖經的存在 他們不相信聖經裡面的每一句話都是真的 所以你說像這個主教 他居然能給出一個心理學家的結論 對吧 就是他哪怕他是一個神職人員 他是神學院畢業的 他是專門就是他這一輩子 你看他那個根本就是個老頭了 對吧 他一輩子都在研究這一件事 但他根本就不相信他研究的這件事 他也不相信 讓他賴以生存一輩子的這一件事 他都不懂他到底在信什麼 所以很多人我們祷告我們說 神你要祝福我啊 神你要怎麼樣 可是真到了鼠靈征戰的方面 所以說這不是啦 跟那個魔鬼沒有關係啦 什麼什麼什麼的 沒有 我聽過很多類似的這樣子的例子 例如說我剛信祖的時候 我就聽到一個算是 一個姐妹吧 她就是分享 她就說 那我對於經教 她也信了一段時間了 她說我對於經教的看法就是 我不確定耶穌是不是真的 然後神是不是真的 但是如果說不是的話 那我至少我死的時候 我可以知道說 我會是個比較好的人而已 然後他自己都不太確定 聖經裡面的神 耶和華 耶穌是不是真的神 這樣的各方面 你都要死了 你是個好人 是個壞人 這重要嗎 對啊 反正就是 我知道有很多的人 他們對於信仰 是有這樣子的觀點的 你包括就是民間信仰的 你說什麼信佛教啊 信道教啊 然後去日本看到一個鳥居 就在那邊拜的那一種 他們其實都不知道自己在幹嘛 覺得說我這樣做的話 至少算是有一個保護什麼什麼之類的 如果他們一不小心是真的的話 怎麼辦 對很多時候他們好像采取的這種態度 就是我別得罪 但是我也別錯過 所以就是你會看到很多人 他就是亂七八糟 拜拜一大堆的東西 什麼家裡供著觀音菩薩 然後出去旅遊 看見這個就拜 看見那個也拜 然後什麼 你不看到那個 我跟我媽前段時間去那個華山區買東西 在那路上溜了 就看見一個路口地上放著飯碗 你知道嗎 放著飯碗 還放著一些吃的 又有什麼蘋果 又有什麼餅乾 什麼樂七八糟就放在那 我媽就問我說這幹嘛呢 我說有人在這拜鬼呢 然後我媽說拜鬼 那放這些吃的幹嘛呀 我說那鬼不姑姑野鬼嗎 好餓呀 他們是homeless 所以他們那個擺東西 在那給他們吃 我說我也不知道這些人 到底拜他們幹嘛 就這些東西 他們相信的東西 做了鬼之後 都他自己都是個homeless 你期待他能幫助你什麼 但是你知道嗎 中國就有句話就說壞了 就是寧可信其有 不可信其無 對不對 所以就是很多人拿這個 當成自己的信條 就我別管這啥 反正我誰也不得罪 這個耶穌也有 那個佛祖也存在 對吧 印度你愛說有多少神 就多少人 希臘愛什麼神就什麼神 反正我看見我都拜一拜 我這樣或許 在我死的那一天 會對我有幫助 大家都抱著這種什麼 撒大網撈魚的這種形態 反正我一撒 你管他是大魚小魚 那還搞不好上了個螃蟹 是吧 所以我們會看到說 這個是基督信仰 跟其他任何信仰 都不一樣的地方 其他任何信仰 誰敢宣告說我就是獨一的真神 沒有 他們其他都你好 我好大家好 對不對 我們都巴递巴递 好哥們嘛對不對 那個我來管東方 你去管西方 我就是一個什麼山頭的神 我就管我這山頭 出這山頭我也不碰你的 對吧 什麼我是本地的土地公 哎 我的這個曲線呢 就是在我們這城市 我就按照這個城市的這個畫的圈 對不對 我就是這個市的土地公 隔壁那市土地公 我也不去碰的 那我就有個事 基督教的信仰 就是我們真的知道我們在信什麼 而且我們的信仰是真的是真的 而且我們的神是獨一的真神 又真又活的神 所以基督族 你最起碼的這種信仰活不出來的話 你的確會讓人覺得說 你只是他們其中的一個 所以你像這個主教他做的行為就是 這些事都不存在吧 聖經裡某些東西你可以相信 某些東西你不要相信 你就相信說你好好拜神 神就會給你錢對吧 跟你拜光公沒有區別啊 跟你怎麼拜什麼造郎爺沒有區別啊 所以看到這個主教也是讓我們看到說 基督徒應該要做什麼樣的 你要做那樣的主教嗎 千萬不要 如果到了哪一天啊 真到這場合說 嘿就你一個基督徒 該你上場去趕鬼了 你敢不敢嗎 我跟你說 如果你要真的看到說 你這輩子都沒見過那種特別驚悚 特別奇怪的場景 這人身體裡就有鬼 你要不要去趕嗎 你敢不敢得出來嗎 我覺得最主要就是這部電影使用的是一個魔鬼的角度來去看這個世界 看人性 然後看基督的主要 看不信的人 然後看這些神職人員 然後他們這樣子看到這樣的神職人員的時候 然後就說 原來你是這個樣子的啊 然後馬上就是 很放鬆 那我當下我會覺得說 我們千萬不可以當這個樣子的基督徒 我們千萬要隨時知道說 我們自己在信這個東西 我覺得對我來說 每一個人要看到這個影片裡面 最重要的地方就是看魔鬼是怎麼看的 對 那還有呢 就是這個影片裡面 他提到了現在社會 不僅是美國社會 我看到在中國網站的那些影評 他們對這幾個觀點 哇 那個激烈程度 那個厭惡程度 跟美國左派沒有區別 我沒想到說 中國人對這些話題也是特別特別的厭惡和討厭 所以它是非常爭議性的幾個大的話題 他放在這個電影裡面 剛才在最開始的時候跟大家講過說 這個魔鬼跟這個心理學家說 你今天離開之前 你在跟我會面你走之前 你會有三個死罪 不是死罪 你會謀殺三個人 我會證明你謀殺了三個人 對對對 你這個反應是對的 對就是他說 我會證明你謀殺了三個人 然後這個人就說不可能的 他說我從來不想殺任何的人 我也不可能去動手殺任何的人 所以他在這個電影裡面 到最後他的確是讓魔鬼說中了 他的確是參與了三個死亡的案件 那第一個就是安樂死 第一個案件是安樂死 他講到說他給他去世的媽媽安樂死 那麼按照這個心理學家的反應呢 他就說我媽媽重病在床非常痛苦 所以我沒有辦法 我就是得給她安樂死 我安樂死是為了她好嗎 我安樂死是為了讓她能夠感覺得很高興嗎 那其實這個安樂死的這個觀點 在現在社會裡面是非常模糊的 也是絕大多數的人 你只要提到安樂死 絕大多數的人會覺得說 這是一個太好的事了 這個是正義性特別大的一個話題 他提到了一個安樂死 簡單說就是人最難掌控 這一生當中最難掌控的東西是什麼 就是死亡 那當你可以掌控你自己的死亡的時候 當你可以為了你自己什麼時候死 來做決定的時候 當你可以為了你的親人的死 來去做決定的時候 然後你會 他的死你會覺得說 這是好事 我允許他死 我可以制死他或是什麼樣的 這個以前是皇帝才有的權利 現在我可以有這個樣的權利 我可以制定我自己的生死 我可以制定我家人的生死 萬一他怎樣怎樣 這樣控制死亡的一個權柄 是人類很想要的 你想想看 中國以前古代的皇帝 最想要做的是什麼 就是長生不老 他們就是想要控制死亡 他反而是讓自己不死 但是現在的人覺得說 不死是不可能的 但是我們不相信有生 但是我們至少可以控制死亡 這樣的事情 那講到他媽媽這一段的時候 他講的東西是很多人同意的 在基督徒的群體裡面也是非常模糊的 我們是有認識基督徒 他們是支持安樂死的 覺得說安樂死是一個快樂的方法 是一個趕快去添加 趕快見主面的方式 那我們還可以幫我們的親人 讓他不要再痛苦 不要在世界上受罪 不要再因為病痛怎樣怎樣怎樣 的情況下 我們可以做到這個樣子的東西 都是因為現在科技發達 這樣子的想法是多麼的邪惡 然後魔鬼是怎麼樣看我們這樣的想法的 這一點非常非常重要 儘管我們覺得是好的 魔鬼也覺得是非常非常好的 我記得魔鬼在裡面講 其實他講的是毫不留情面 而且是赤裸裸的 我覺得這真是 就是人在吃了分辨上樹的果子之後 他沒有辦法分辨什麼是好的 什麼是壞的 而且他為了自己的最遮掩 他為了自己的最做掩護 他一講到這個安樂死的時候 他就說 他說 那我說我是完全為了我媽媽 我媽媽這個他很痛苦的 我這個是幫助他 我這個是什麼 是因為我出於對他的愛 然後雖然我也很捨不得 但是我希望他可以怎麼怎麼樣 因為他是我最愛的人 所以我希望他可以好 他把自己下混合到了一個道德的制高點 但是這個魔鬼說 我知道你心裡怎麼想的 你又要上班 你媽天天在醫院裡面 你要每天跑到醫院裡面 你是不是心裡覺得煩 然後他還有遺產 他如果死的話 對你來講就方便 對 魔鬼說出了幾個 他心裡真實想的原因 這些原因的確是在我們的世界上 在我們的社會裡面是真實存在的 所以那個時候會讓我感覺 我非常的難受 非常的痛苦 就是你會因為很多 比如說這個人給你帶來了不方便 他祝願給你帶來 讓你花很多的錢 讓你牽扯很多的精力 也想讓他快點死 因為你也不想再繼續這樣照顧他下去了 然後你也覺得說 讓他快點死了 你好我好 大家好 其實有很大一部分的心理是這個樣子的 你說真的像這個男的 他完全心裡說說 我就是完全為了他好 其實是嗎 不見得 你心裡有沒有私心 你或許自己都想掩蓋那一部分 就說我不想知道 我只是要覺得說 我這樣就是完全為我媽媽付出 我是為了希望讓他快點結束這樣的病痛 你心裡的想法 你沒有辦法對神掩蓋 你也沒有辦法對魔鬼掩蓋 魔鬼都知道的一清二楚 當然你做出這樣決定的時候 他高興的不得了 為什麼 因為你殺人了 你殺人了 對呀 那麼在這個電影裡面 他犯下的第二個謀殺罪 就是他女朋友的脫胎 他裡面非常非常的血淋淋 就是把通常為什麼現在的女生會脫胎 講得一清二楚 他就是說 這個女的為了要維持這個relationship 然後覺得說 因為他還沒準備好 所以說我為了要維持我跟他的關係 所以說我選擇脫胎 我犧牲了這個小孩子的生命 我是為了愛情 我是為了自由 我是為了自己好 男人也是這樣覺得 我還沒有準備好 我覺得還OK 對不對 這個是他的決定 這是他的身體 他可以去做這樣的決定 我都沒有給任何這個東西 如果說我的女朋友跑去墮胎的話 都是他自己去做決定的 其實發生過很多次 就在我身邊的朋友 我以前我還沒有幸福的時候 我身邊的朋友 多胎女生非常非常多 動不動就是 我就是沒辦法打掉 對不對 我還不確定那個男的是不是要跟我在一起 我還不確定說這個女的是不是 這個 之類的東西 我還沒有準備好要有個家庭 我還在讀大學 我還在上班 我還不事業 我還沒有買房子 我現在不可能結婚 各式各樣的理由 簡單來說就是 為了自己的方便 然後這個惡魔 就是在那個地方 就說 我們現在在荒忽 當這個孩子的這個 在我們的手上 他在這個裡面扭曲的時候 身體在那邊扭曲的時候 都在我們手上 全地獄都在歡慶 我們好高興 其實真的就是這個樣子 我們每一個人為了自己的一個方便 還有自己的一個爽快 然後為了不管是政治的理由還是什麼東西 我們把我們自己的孩子獻上去的時候 全地獄都在歡呼 全地獄都在因為我們用了一個為了我們的人生的方式 來去把兒童獻祭 把自己的孩子獻祭給了撒旦 然後讓他死在撒旦的這個手裡 這個靈魂死在撒旦的手裡 這是非常非常令人驚心觸目的 當時看的時候我是嚇到了 我覺得這個觀點真的要給所有的基督徒看 很多基督徒在我們就是川普這個影片 因為川普在說這個胎的話 是可以有一個緩衝 然後可以找到一個共識的一個方式的時候 你各位可以想想看 魔鬼有多麼的開心 就連Ron DeSantis在那邊說 六個禮拜可以殺小孩 魔鬼都在歡慶 只要是你可以獻祭孩童給魔落 魔鬼就在開心 地獄就在歡慶 這樣子的一個道理 我們當基督徒 每一個當基督徒的都是要了解的 反對墮胎 不是因為我們什麼政治傾向或是怎樣的 我們只是希望可以拯救屬於神的靈魂 不要因為自己的墮落 自己的軟弱 而把自己的孩子獻給撒旦而已 那麼他犯下的第三個謀殺罪呢 其實就是這個被鬼附的罪犯 其實在這個電影裡面 他這個罪犯是 偶爾這個罪犯的本身是可以出來 但是很多的時候是魔鬼出來使用他的身體來講話 那當魔鬼出來的時候呢 魔鬼就說你要診斷我是精神病嗎 如果你診斷我是精神病的話 那我就可以不用死啊 但是我告訴你 我不怕死 怕死的是這個人 我是魔鬼 我是沒有怕死 我死不了的 你弄不死我 所以你到底要怎麼下這樣一個判決 那後來呢 這個魔鬼把心理醫生給弄生氣了 心理醫生馬上就判說這個人沒有精神病 今天晚上馬上執行死刑 是這樣的 所以呢他說他犯下的第三起謀殺罪 是針對這樣一個罪犯 因為在這個電影裡面的設定是說 這個罪犯是被魔鬼操控的 所以這個罪犯他很多時候他不清楚 到底發生了什麼 他不是很知道說為什麼會這個樣子 但其實我想一下 我本來想說 置這個罪犯於死地 就是他說這個罪犯應該被這個執行死刑 為什麼算是他的謀殺罪 就是我本來是在想說 這裡面是不是有點controversy 因為這個人他被魔鬼控制嘛 但是我後來想說 其實不是 為什麼 因為這個人的確有跟他求救 說求求你救救我 那個時候魔鬼沒有出來嗎 是這個犯人的本身嗎 說求求你救救我 求求你救救我 這個人問他說 我怎麼能救你 然後這個人本來要說話 那個魔鬼就出來就沒有辦法 對 所以其實這個時候怎麼能救他 如果今天來的牧師去做了他應該做的事情 結果也不會是這樣 如果今天來的這樣一個心理學家 他不是一個無神論者 有這樣的結果也不會是 他殺掉這個罪犯我覺得 我覺得不能算是謀殺 我也覺得不能算是謀殺 對 這是我唯一一個 也不是唯一一個 就是比較跟這個作者觀念不同的一個地方 對 因為你殺的人 你就是要負責 你要為了你犯的罪負責 耶穌會原諒你 但是你必須要為你自己的罪付上代價 然後罪犯的確是殺了很多人 的確是靠他的雙手殺了很多人 而且我們要知道就是 魔鬼沒有任何的權柄 你的生命 是屬於神的 你所有的人生都是屬於神的 你唯一可以讓魔鬼有權柄的方式 就是你接受魔鬼 你主動的跟魔鬼說 你來掌控我的人生 你來使用我 我現在我不要去做任何這個東西了 請你來讓我變得更有錢 請你來讓我的嘴巴變得更那個 請你來掌控我的人生 讓我變得很成功 這個樣子的時候 魔鬼才有權柄 所以說是他自己放棄了 自己身為人 自己身為神的形象的一個 一個權柄在這個地方 而把這個權柄給了魔鬼 所以說這一段他是不是該死 我覺得不能算什麼 那還有在這個電影裡面 的確看到了無神論者的驕傲 他這個心理學家 作為一個無神論的人 他問出的這些問題 其實很多他問的問題 都是我以前想要問的 就是在我還沒有心主之前 我不想要問的 所以我覺得他問的這些問題 都還是挺真實的 而且是這些編劇有經過思考 去寫出來的這樣一個劇本 只是普高的無神論者 問這些問題不會這麼有理 對 對他們基本上是通過辱罵的方式 或者是瞧不 你怎樣 對就是他們 其實實際上這些 因為這裡面講的 還算是一個高素質的心理學家 對不對他念過一些書 但是其實我們 大概身邊接觸的人 沒有這個人這麼有禮貌 這的確是真的 就是很多無神論者 他是通過質問的方式 他不是說那個什麼 他是通過嘲笑的方式 就說我知道的最多了 你們都是傻子 然後如果說你要是真的跟他們問起來的話 他們就說 其實我是不可知論者了 就一下從無神論者變成了不可知論者 說雖然我是不可知論 因為我不知道 所以我不隨便下這樣的定義 但是你們怎麼來不認識論者 就開始講 真是蠻多的人 但是我覺得他在裡面提的這些問題 的確是我以前還沒信證 有很多問題 都是我原來會思考過的 這樣的問題 是一樣的 所以說真的 基督徒可以看這個片子 然後要知道怎麼樣回答這樣的問題 對 然後無神論者 你可以看這個片子 知道說基督徒應該要怎麼回答你 如果基督徒沒有好好這樣回答你的話 你就跟那個基督徒說你應該好好去讀神經 對 那個基督徒沒有好好回答 你就把這個電影發給他 你說你先去看看吧 他這個電影裡頭說了什麼 還有一點我覺得演員的演技演得很不錯 我覺得尤其是扮演魔鬼的這個人 他兩個角色中間的切換很自然很不錯 但我覺得演心理學家這個人 他演的比較太有禮貌了 不太像一個無神論者 是啦 我也覺得 我覺得他 有可能人家性格塑造就是這個樣子 因為通常遇到無神論者 然後遇到一個 那個惡魔說的一個非常重要的一個東西 我看到整部片子我覺得最重要就是 那個人說 你可以跟我有一個rational 一個理性的交談嗎 然後那個惡魔就說 我是你全世界最軟 認識最rational 然後那個無神論者問他 問那個叫什麼這個惡魔說 世界上有神嗎還是什麼的 然後那個魔鬼說就是有神 然後那個人就說 那個心理學家就說 是喔 你是你自稱是惡魔 然後你還說有神 你不覺得這很矛盾嗎 然後那個魔鬼就說 矛盾的人是你 全世界的人都知道有神 你假裝看不見 然後假裝不認識 假裝這個世界上沒有一個造物主的話 然後你以為這個樣子就沒事了 好像就是一切都是眼不見為盡 一切是我們自己來控制這樣 我覺得那一段對我來說 是有一個非常非常大的一個衝擊 就是律法很多基督徒 不願意承認有律法在那個地方 但是當律法就是在那個地方 很多的無神論者不願意承認有神在那個地方 但是神真的就在那個地方 很多現在政治人物自稱是保守派的人 覺得說世界上沒有對錯 只要誰誰誰上台就可以拯救美國了 但是事實上就是 對錯就在那個地方 世界上是有一個標準 然後是有一個對錯在這個地方 這個世界是一個正義跟邪惡的一個拉扯 但是這一點 我覺得這部片子上面呈現得非常非常好 好那接下來來談一談這個片子 你認為那缺點吧 多好多片他一定會有一些不足的地方 這都很正好 我認為就是這個角色太小了 什麼叫角色太小 就是飾演魔鬼這個人的角色 我覺得應該是要更龐大的一個人物 簡單說就是他只是一個殺人犯而已 所以你覺得這個身份應該變一下 對 因為對我來說 就是說我看那個Jonathan Kane 他的那個什麼 他的那個 他寫的書上面 他寫的書就是我們以前遇到的那種鬼 都是小的鬼 所以現在那個 那個什麼牧師去印度 還有去非洲趕鬼的時候 都是那些什麼 嚇人的 就你看他附到人神上那個表現是很奇怪的 對 拿頭撞牆啊 什麼那個彎著腰走路啊 什麼的那種 倒立啊 然後倒立喝牛奶啊 然後什麼 什麼爬到牆上啊 之類的這種東西 倒立喝牛奶啊 我隨便發現 反正就是 那種都是小的鬼 但是現在 在美國的鬼不是這個樣子 對 我們現在看到的鬼 我們現在 那個Jonathan Kane 他的那個書上面寫說 這是 神 Return of the Gods 他在那個裡面就叫做我是群 當耶穌 推進我們的這個身體了之後 當耶穌整理好我們的人生 然後把鬼趕出去了之後 他再回來的時候 會帶領各式各樣的鬼 在我們身體裡 就是一群更凶更惡的鬼 對 現在的鬼他是一個高級的鬼 OK 接下來他們是把神來支撐的 他們是覺得說 我可以用政治的力量 來讓你們合理脫胎 我可以用政治的力量 讓你們分不清楚對錯 我們是讓你們 人得到自由的 我們是讓你這些人 從自由 從這個神的束縛裡 從神的律法當中 釋放出來的 你是可以做任何事情的 我們是給你自由的神 我們要讓你擺脫神的束縛 他們是在這個樣子 所以說我覺得 你不要說 他可能太醜了 或什麼這樣 我覺得應該要是 什麼像Elon Musk 那個樣子的人 或者是什麼 就影響力更大一點 反正你就覺得說 他用這種 局限太小 角色的設定稍微有一點過於簡單 對 就是其實高級的鬼 他並不是說 讓你看起來就奇奇怪怪的 對 對 然後我就覺得說 如果說這個角色是一個 更有影響力的一個 他應該是按照迪基督的那個方向 去設立這樣一個角色吧 就是萬人都喜愛 對 萬人都喜愛 然後大家都鼓掌拍手 然後都說這人實在是太棒了 但其實他是被魔鬼掌控的一個人 就不是說一個 本來社會就認為他是壞人的人 就如果說大家都是認為他是好人的人 但其實他是被魔鬼掌控 這樣會更精彩 對 我覺得 我同意 可能也是因為這個片子的那個 經費不足吧 也不是 我覺得主要的原因是因為 他們可能是改編 他們是從書改編來 那可能是他們看了這本書 覺得很好 所以大概沒太往這個方向去想 因為你想如果人 覺得說你開始編劇的時候 你會覺得說一個殺人犯 這是合理的 這是大家都能夠接受的 也或許是這個不是他們想要突出的重點 就是這個人到底是誰 他們可能想要突出的重點是 魔鬼的工作 怎麼在一個人的身上 然後怎麼讓人看不見誰 我覺得他們有可能想突出的重點是這個 所以他們不太願意 就是把這個角色設置的過於複雜 這樣的話會讓人不知道往哪裡看 不太突出重點 有可能啦 所以有可能是這個樣子 然後我覺得就是在形容這些人的罪行的時候 像說人的驕傲 然後所以說會有LGBTQ 然後變性人這些東西發生的時候 人是為了自摩的時候 我覺得可以用一些什麼新聞片段 還有現在發生的這種時事來 就是background這種 這樣子會讓人更可以了解 不然一般的人沒有在看新聞的話 就覺得說他自己在吵架我 是神經病 對這個就是他下面的評論 是吧 對就是有人在這樣說 但是我同意你剛才說的那一點 但是呀或許他們考量不同 但是我覺得說如果把他換另外一個人 會更加精彩 我覺得他這個電影哪裡就可以更好一點 就是在我看完了這個電影的時候 我會覺得說這個電影會給人一種錯覺 儘管他沒有這樣講 但是他會給人一種錯覺 就是會讓人覺得說 一切的錯誤都在魔鬼身上 因為那個人他太好了 就是他偶爾會讓這個人的真身出來嗎 這個人真身出來 你會看到他太懦弱太膽怯 就是他露出來的時候 你沒覺得說這個人是一個多壞的人 你會覺得這個人OK啊 但是這個人壞全部都因為魔鬼 但其實不是這個樣子 魔鬼是會利用我們的弱點 那你說魔鬼會不會完全掌控人 或許會啊 但是很多的時候是因為人給魔鬼全面 他電影裡面的確有講到這一點 就是說你是從很小開始 就一直在關注你了 從三歲的時候從五歲的時候 他從這些小事慢慢培養你 然後讓你變得越來越壞 然後到最後完全佔據你 完全掌控你 那當然我是沒見到 就是我沒見過一個是完全被魔鬼 掌控的這樣一個人 或許我見到我也不知道 I don't know 但是我覺得這樣一個電影 就我覺得他應該在這方面 應該再更多重申一點 就是你有能力去 魔鬼 就是並不是說你一被那個魔鬼 possess了你就完了 你整個人生就完了 到最後你就只能被人殺頭 怎麼怎麼樣或者是什麼的 就說或者是讓人覺得說 我不需要為我做過的錯事負責任 就是因為我做這些錯事不是因為我錯了 而是因為魔鬼possess我 所以我才做出這麼多的壞事 我覺得這個比較容易成為人找藉口的一個理由 比如說你看我做這些壞事 不是因為我一定是魔鬼在我身上的工作 那你說魔鬼在你身上工作 你有沒有責任 有責任了 就是你是有權利 你是 allowing魔鬼去做這個 然後你也沒有及時的清理你自己 原來還是有罪在這裡 所以魔鬼才可以那個 如果你要是一個完全裡面被神清理乾淨 然後你破口獨起來的人 其實魔鬼也是沒有辦法 對 而且你就算有慾望 還有各方面的 你還是可以控制你自己 因為這個是在這個時代最需要的一個生命 就是你是你自己的主人 然後你要用你的生命來服侍神 這是最重要的一個 但是最缺乏的一個東西 服侍神還有你張關你自己的生命 太多的人用自己的 就是這樣實色性也 對不對 我們做這種東西都是應該的 都是正常的 通常都不是這個樣子 好 那這麼一部非常棒的電影 讓我們看完了之後 經過許久思考 我其實還想再看一遍了 因為這大概兩天前看的 現在稍微有點忘 但是我還想再仔細的看一遍 我想說或許裡面還有更多的細節 可以讓我更多思考 那麼在我要上網查電影的評論的時候 真的是讓我驚掉下巴 因為我看完了之後我覺得非常興奮 然後又給我的朋友推薦 我就說你們一定要看 然後我把鏈接發給他們 我說點去看就可以了 一定要看 怎麼怎麼樣 但是我看到網上就是世界的人了 因為大家都知道 在中國的基督徒蠻少的 尤其是像我這一代 基本上大家都是無神論者等等等等 那世界上的人 對於這部電影的評價到底是怎麼樣呢 這個電影呢在豆瓣上面的評分是5.5分 5.5分已經算非常低了 滿分10分 5.5分真的是算蠻低的一個 對一個評分 那好評有沒有 好評有 然後我也的確有看到是有基督徒在那裡發說 這個片子很棒 然後怎麼樣 但是呢 這種好評是很少的 這個主要大多數出來的評論 要不然就是說什麼東西好無聊啊 看不懂啊 然後要不然就在那裡說說 你看這個小成本電影 他們從一種經濟的角度去思考這個電影 你看這個小成本電影 他就比其他的小成本電影 誰誰誰誰誰 差的都遠了 怎麼怎麼樣呢 說這個拍的真是不好 說兩個老年人在那不知道講些什麼東西 看得我都無聊死了 誰能堅持把這個電影看完 那可真是厲害了 等等等等 那要不然呢 還有人就在下面非常直接的說 我就說這個電影呢 就是一個宗教的洗腦片 我把這個評論呢 有這個 copy下來 跟大家一起分享一下 有個朋友非常氣憤看上來這個電影說 打著心裡側寫科學的幌子 暗戳戳的宣揚 西方白左那一套扭曲的宗教思想 用惡魔地獄這些虛無的東西 來忽悠大眾 說了一堆不就是想表達 安樂死堕胎死刑都是邪惡的嗎 我呸噁心 我覺得他這個 阿樂死跟堕胎是邪惡的 這個是的確沒有錯 可是他後來那點理解錯了 他不是要宣揚死刑是惡性 對啊 他不是宣揚說死刑是錯誤的 我覺得 我覺得這部片子可能有 是嗎 對 因為他是在說謀殺 所以 是這樣的嗎 所以他說死刑嗎 對 他說你應該原諒那一種 我不知道這個作者的一個出發點或是屬靈狀態吧 但是 這個剛好就是我唯一 反對的這個東西 因為最後的時候他就想說你會謀殺第三個人 然後第三個人就是那個人本身 然後殺了他的話就代表說他謀殺了這個人 但其實不是 他殺了他是因為法律需求 因為這個人真的殺了這些人 對 這個人 就算他是被魔鬼控制的 也是他允許他被魔鬼控制的 所以這個 對 這個也是我看完了之後 我有點 我想這算是第三個嗎 然後這算是謀殺嗎 所以大家又說看了這個電影 歡迎在下面留言 你就說他在這個電影裡講的第三點 是不是死刑嗎 如果是的話 那我很難同意 就是說 你說不可以死刑的這件事情 我覺得有點奇怪 歡迎大家在下面留言 跟我們一起來討論 好 那這個的是剛才的一個留言 就是你看完之後 這個人其實他情緒比較激怒 對不對 而且我看了頭像是一個女生 那當然了 女生嘛 這個有很多的 empathy 可以看到阿勒斯 你不讓阿勒斯 你壞 你不必須女性墮胎 你好壞的吧 這是很多女生 比較正常的一個反應了 所以他流出這樣一點 我也不奇怪 那還有一個朋友呢 這個 他在這裡講說 這個電影啊 這個中文譯名 根本就是在蹭熱度嘛 他說很顯然 電影借鑒了高分影片 這個男人來自地球 但最大的缺陷在於 這個男人來自地球 全程靠邏輯說事 沒有掺雜超自然現象 主角的話讓你無法相信 卻又無法反駁 而本片直接通過超自然現象 讓惡魔成真 這就落了下層 所以他什麼意思 他是覺得說 你居然說魔鬼是真的嗎 那sorry 你這個電影一上來 你就已經非常低級了 因為他們認為說 這種電影藝術裡面 你最好是什麼 蛤飛蛤 霧霧霧霧霧是吧 就讓你 就很多人喜歡看這種電影 就看了半天 又不知道說了個啥 看起來好像很厲害 但是到底哪裡厲害 也說不太清楚 大家比較喜歡看 這樣一類的電影 所以他拿另外一個名字 比較想像的電影 這樣去比較 就說你看人家那個電影 在電影的說法來講 比較高超 因為人家就說 一會是一會不是 模棱兩可的 對吧 讓你搞不清楚他到底是 還不是 他說這個電影為什麼落下層 因為你上來你就說 魔鬼根本就是真的 對 這個中文名字是 中文的片商自己取的 對 他跟這個英文名 一點關係都沒有 我查了英文名之後 我想說 原來英文名就這個嗎 對 跟什麼 什麼地獄啊 男人啊 一點關係都沒有 對 這全部是片商 甚至不是片商 因為這個東西 應該在中國大陸不可能上映 對 所以不知道他們可能是 翻牆在什麼影院看 I don't know 但是就是 起的這個中文名 其實跟英文名 是沒有什麼關係 對 我覺得這是 這是非常非常可惜的一件事情 就是所有的華人 就一開始 一上去說 這不可能 有 怪力亂神這些東西 一切都只是 神經病自己去想的 然後呢 我們啊 我們科學 我們共產主義 好多好多好多好 月球都去了 上面沒有外星人 你們怎麼可能會有 什麼神啊 鬼啊 這些東西的 這個其實也是很多人認為 就是像第一個留言裡面 他講說 西方白左的思想嘛 所以他們是認為 就是說這種東西 西方白左也是無神論者 對 我不知道他還講什麼 對 我想說白左 你們都是左派 就你把自己定了 對 所以呢 他們是認為 就是說這是一種洗腦的方式 跟洗腦的手段吧 就是你們強加你們的 宗教思維 在所有人的身上 然後你們通過這種方式 對吧 那個大力的宣揚 你們這樣一個 根本就不合不合理的價值觀 讓別人去相信 那像接下來這樣一個評論 這個人就講到說 你看他就是上升了這樣一個層面 他說任何一個想要控制你的統治者 階級團體 他們的第一步就是 給你不停的洗腦 說你不行 你自己個人的力量太單薄 你必須要依賴他們 只有他們的理論 才是正確的登道 電影說教性質太強了 他在告訴你說 你看一個無神論的精神病學家 最後信了 但是宗教本來就是信者有 不信者無 不管你信還是不信 其實大家都是在用適合自己的方式 在人生的每一個階段 與自己和解 自洽的過完這一輩子 我覺得他到最後得出來的結論 就是恰恰是非常驕傲的無神論者 會講出來的話就是這個樣子 就是什麼叫與自己和解 我跟你講現在這些年輕人 所謂的文藝青年 他們講的話我都太不懂了 就莫名其妙可以跑出來 一句特別非主流的話 什麼叫與自己和解 你跟自己到底怎麼了 你知道嗎 那像他這個 我覺得這個電影 其實最適合就是給他這樣的人看 可是非常可惜 他看完了之後得出這樣的一個結論 那麼他在前面的這段他講的是說 任何一個想要控制你的團體 說要給你洗腦等等 這個我是同意的 很多團體是這個樣子 可是問題是 他到這裡講說 你不行 你必須得依賴他們的理論 因為他們的理論才是正確的 這就有一個問題了 就是因為人不知道什麼是正確的 什麼是錯誤的 所以你就會把錯誤的當成是正確的 包括這個人也是 他認為他的道路是正確 可是是正確的嗎 不是 因為他沒有分辨正確 或者是對錯的 這樣一個基本的setting 就是所有自然的人類 在這個世界上生活的 如果你沒有接觸到聖經 你沒有接觸到價值觀 你所有對錯的觀點 都是從別人那裡adopt過來的 你沒有自己從裡面產生出來的一個道德價值觀 你所有的東西都是從別人那裡聽來的 你從那裡學來的 都是這個樣子 所以你不覺得這一點是非常可笑的一點嗎 而且這一點才是真正非常低級的一點 就是你自己沒有辦法分辨最錯 你的這個東西全都是從別人那裡學來的 你今天看了這個網紅告訴你說 這個是對的 你就說對對對對 女人要起來女人要獨立 你明天看了那個網紅 他又告訴你說 那個男人有什麼主要錢財之一 你看對 他這個說的對 這才是真正可笑的東西 因為你不知道什麼是對什麼是錯 你的這個東西永遠都是在變化的 這才是真正低級 而且真正被洗腦的東西 對啊 而且他這邊說的很對 就是任何要控制你的團體 然後的階級這些東西 他們的確就是要控制 沒有錯 然後基督教是唯一一個告訴你說 你要為了你自己而活 你要為了你自己的屬靈生命 你要跟隨耶穌 你每一個人跟耶穌都要建立關係 不是你靠一個團體 你就可以怎樣怎樣 你不是你只要去哪間教會 你就一定會得救 你就一定會進天堂 而是你要自己變得剛強 所以基督教是讓人得自由的一個信仰 基督教是一個讓人真正可以變得剛強 真正可以脫離政府的控制 真正得自由的 政府永遠都是希望你變得越來越需要它 政府永遠都希望你一直拿社會福利 你一直拿全民健保 你一直沒辦法脫離貧困 你沒辦法脫離赤貧 你必須要靠著政府 你需要政府 政府才有存在的意義 基督教是告訴你說 你不需要政府 你需要的是耶穌 政府是地上的東西 你需要的是把你的人生交給耶穌 交給神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觀念 在華人的心裡是不知道為什麼非常難建立 可能是因為太多的華人被共產黨控制太久 然後已經沒有辦法拖出這個樣子的一個情況 那台灣人我就更不了解 因為台灣人基本上沒有被共產黨控制過 但是他們還是非常支持這樣的東西 然後非常的反對基督教 看到這樣的東西 我聽過非常多的人 不管是台灣人還是中國人 他們都覺得基督教是要來控制他們的 不是的 基督教是要讓你得自由的 所以在這邊真的是鼓勵各位 去看這部電影 然後真的好好想一想你自己的人生 你想要得自由嗎 你想要一個屬於你自己的人生嗎 最好的方式就是信耶穌 然後獨生性 好那非常感謝大家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你看完了這個電影之後 你的想法是什麼 有沒有給你一些觸動 都歡迎在下面給我們留言 那非常感謝大家收看我們今天的節目 我是弗莉莎 我是伊燦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了 拜拜 拍到你的影片 我們再見面 我看完 我們有時會打開 我們再見 我們再見 我們再見